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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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层也采用同样方法 以零角度提拉修剪 但注意要结合头骨形状进行修剪 骨梁区内侧修剪 从侧高骨上侧到耳上点之间的发片 用低角度提拉方形修剪 本次考虑到耳下部分的头发是作为厚重度存在的 因此腾中度位置也呈现较低状态 顶区后区 顶区后区操作手法与骨梁区相同 平行地面方形提拉法片来进行修剪 在取发片时 注意要均一的取发片 才能保证整体线条的统一性与流畅性 并且要确认好作为导线的发片 发束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纠减操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接到价格 妃elen 修剪侧区时,不用手提拉发片进行操作,受到耳周围法制线形状影响,很容易导致此位置变短,因此完成吹干后再次确认修剪。 第二层,在最高谷上侧分区与第一层相逢,采用自然取落不用手提拉发片进行操作。 最后一层,同样不用手提拉发片,确认发片在自然取落的位置上进行操作。 重点是梳子的使用方法,将梳子从发根开始梳理毛发的自然流向。 接下来,开始设定主刘海,将瞳孔之间的发片提拉出来,长度设定在眼睛的位置进行操作。 然后,再将修剪过眼角部分的发片,与设定好的主刘海,用划枕方法来进行连接修剪。 调 건 调皮疮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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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